我们在把号内设置了八个目标 射手使用六发弹 其中八个目标中有六个年兽目标 两个农目标 每个目标显示时间只有两秒 与飞刀打年兽不同 步枪打年兽的时间更短 除此之外 狡猾的年兽不仅藏匿在龙土中 还利用自己来去如风的能力 可以对侦察兵的攻击进行闪躲 可以说官兵们面对的 是神出鬼没的移动目标 朱冠说 面对随机出现的影显法 朱冠说在战友的呼喊加油声中 迅速打出六发子弹 不愧是身经百战的狙击班长 朱冠说六发全部命中 我感觉难度太简单了 可以把难度再降低一秒 连长同意了内主朱冠说的提议 临时增加难度 将年兽的露出时间从两秒钟缩短为一秒钟 一秒钟的时间其实很短 就像我们眨眨眼睛 护骨记的功夫可能就过去了 法标很难辨认 时机稍动即逝 十分考验射手的反应能力 这一次朱冠说能打中几个目标呢 来 鼓劲 把号注意 先把时间一秒 先把时间一秒 把号准备 开始 冬季气温极低 在室外的时间越长 射手的手指就越僵硬 很容易打偏 正当所有人都摒弃凝身时 朱冠说接连打出六发子弹 他究竟能打中几个年兽呢 我觉得应该是全部命中了 朱冠说凭着绝对的射击实力 赢得了心仪的礼物 我会想到这里 朱冠说几个年兽呢 宣传说几个年兽呢